吐蕃为何两百多年持一攻打大唐,而不是去打更为弱小的印度? 吐蕃的进攻并非不痛不痒,甚至一度还攻陷了长安。可以说吐蕃的实力不容小觑。与此同时,吐蕃南边还有一个大国印度,相比于大唐印度的实力要弱出不少。那为何吐蕃没有选择攻打印度而是死磕大唐? 一、吐蕃与大唐的发展。公元633年,青藏高原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权。藏民松赞前部领导族人建立了吐蕃。其实早在松赞前部之前这里就已经有藏民在居住了。只是当时大多数都是松赞的部落,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,部落之间还经常会为了抢夺资源发生冲突。 当时不只有当地藏民,还有一些汉人和胡腔人生活在青藏高原,众多部落交织在当地。其中藏民领袖松赞前部为了当地的团结和稳定,指挥藏民赶走了外来的部落,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政权。建立起了部落之后,松赞前部集合了当地的力量,还创造了藏族文明,制定了相关的律法。由此藏族地区就开始走向统一,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文明。 虽说吐蕃是完成了统一,但是无法改变当地落后的局面,当地的发展依旧十分落后。当时的吐蕃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手段,农业则以青棵和小麦为主。但是由于当地的气候环境恶劣,农作物的产量十分稀少,因此当地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。 此外吐蕃没有任何的制造业,这就导致了当地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,为此他们不得不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。 另一边的大唐则不染,有秦汉等王朝的积累,中华文化极其深厚,而且具有成熟的科技水平,能跟文明也远高于落后的吐蕃。 自唐太宗开始,大唐就进入了贞观之治的盛世,活力极为强盛。在具备足够条件的情况下,大唐也开始进行对外扩张,但相比于吐蕃,大唐的扩张则不是为了夺取生存资源。 更多是为了拥有广阔的军事缓冲地区,提升国防实力。 另一方面,就是为了扩大唐朝的影响力,吸收其他国家的文明,促进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发展。 正因如此,唐太宗在位期间,大唐成为我国历史上对外文化交流最为繁盛的时代,长安也成为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。 经常能够在长安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,大唐也包容其他民族的到来,因此唐太宗也获得了许多游牧民族的爱戴。 两个东亚地区的大国都有着扩张的想法,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,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扩张的道路上狭路相逢。 当时大唐和吐蕃之间有一个土骨魂,唐军平定了该地的叛乱之后,吐蕃帝国就与大唐接壤在了一起。 吐蕃为了往东扩张,开始不断蚕食土骨魂的领土,随后两国就在此地爆发了冲突。 落后的吐蕃自然不是大唐的对手,很快吐蕃就被击败。 当时唐太宗本著牧林友好的政策,打算与松赞前部和好,并且将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前部。 通过两国联姻的方式维持边界的和平,此后两国之间多年都没有爆发冲突,然而好景不长。 松赞前部死后,吐蕃又开始蠢蠢欲动。 再次走上向东扩张的道路,两国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。 二、吐蕃与大唐的交战。 吐蕃需要对外扩张的主要原因,还是因为当地的资源极其匮乏,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向周边国家掠夺。 当时吐蕃的主要掠夺目标就是繁盛的大秦,经常在两国的边界发起各种规模的战争,侵占边界的资源。 面对吐蕃的不断骚扰,公元670年大唐名将薛仁贵率领十万大军西征,出兵之处屡战屡胜。 很快就深入到了吐蕃的腹地,然而吐蕃派出二十万大军绕后攻击唐军后方,导致唐军的资重粮草全部被毁,唐军大败而归。 此后两国之间多次交手,获有胜负,但最终还是让吐蕃夺夺取了关键的战略药地青海道。 夺取此地之后,吐蕃能够直接从河西走廊进攻西域,同时还能够掠夺当地的资源,迫使大唐放弃了安息四镇。 在武则天执政之后,大唐开始向吐蕃发起反击,与支在西域展开大战。 公元692年,大唐发起收复安息四镇的战役,王孝杰率军进攻吐蕃,最终大获全胜,成功收复了安息四镇。 此后两国围绕西域展开多次大战,最终大唐还是成功守住了安息四镇,两国开始进入对峙状态。 过了七年之后,吐蕃内部爆发了内乱,国家上下陷入一片混乱,许多贵族转投大唐。 武则天在收降了一众吐蕃降众之后,趁此时机向吐蕃发动进攻,最终打败吐蕃,并且将前线推进至河皇地区。 吐蕃恢复元气之后,再次向西域地区发动进攻,一举扫平了甘肃等地,对大唐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 然而到了开元盛世时,大唐的国力进入巅峰,于是在公元728年开始对吐蕃展开全面反击,接连取得重大胜利。 当时唐军已经顺利收复了战略药地青海盗,可随着安石之乱的爆发,大唐局势风云突变,吐蕃开始卷土重来,不仅成功拿下来西域,还一举进攻大唐的河西以及拢幽地区,甚至还攻下了长安,并且开始计划进攻四川。 所幸郭子怡力挽狂澜,在长安与吐蕃展开殊死搏斗,最终与秦王部队一同击退了吐蕃的部队。 大唐方面由唐代宗御驾亲征,结合胡枪部队共同进攻吐蕃,最终在郭子怡的指挥下击退吐蕃,顺利收回长安。 虽然顺利收复长安,但是吐蕃的威胁依旧巨大,而且对于四川虎势丹丹,时刻打算夺取该地的粮草,大唐经历了连年的交战,加上安史之乱的内耗,此时已经无法再组织起对吐蕃的进攻,只能够坚守阵地防守吐蕃。 当时吐蕃占领了河西等地,一时间风头无两,然而随着回胡帝国的崛起,吐蕃的扩张遭到了严重的打击。 此后吐蕃与回胡帝国展开多次交锋,虽然回胡帝国最终解体了,但是吐蕃的实力也遭到了严重的损耗。 就当吐蕃打算卷土重来之时,内部又爆发了严重的内乱,贵族集团和僧人集团打得不可开交,而外部的回胡帝国也趁机起义, 再次对吐蕃发起沉重的打击,吐蕃被迫退出了西域,从此一蹶不振。 三,吐蕃攻唐的原因,吐蕃与大唐连年交战,虽然也取得了不少的胜利,但是自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 毕竟唐军的综合实力远在吐蕃之上,如果吐蕃只是为了掠夺资源,完全可以将目标放在南亚的印度,印度的整体实力远不如大唐,而且同样具有丰富的资源。 那么为何最终吐蕃没有选择进攻印度而是坚持攻打大唐? 主要还是由外英和内英所主导,外英就是攻打大唐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,而且战略价值也更大。 首先是大唐内部的问题,在武则天时期,大将黑尺常因故被杀,国内政治斗争激烈,这给了吐蕃很大的空间。 之后的安史之乱更是使大唐国力衰败严重,使吐蕃进攻大唐的难度大大降低,之后顺利占领长安就是最好的体现。 此外当时大唐的发展程度也远非印度能比,既然要打就往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打,攻打大唐能够获得更多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资料。 对于自身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,而攻打印度则只能够获得一些生活资料,只能够截然没知己,但是不能够实现长远发展。 其实吐蕃也并非没有进攻过印度,面对比大唐更弱的印度,吐蕃的进攻可谓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拿下。 在印度处于内乱的时期,吐蕃曾经一度占领过恒河流域的大片区域,但是面对土地肥沃,物资丰富的恒河流域, 吐蕃却选择了放弃。按理说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要比青藏高原好处不少,但是吐蕃却没有选择长期霸占此地,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吐蕃的内部原因。 当时吐蕃没有太多的人口,因此军队的数量捉襟见者,没有办法管理庞大的区域。 如果吐蕃长期占据印度,最终必然会因为人数不足的原因被印度当地推翻。 如此一来占领印度反而成了一个累赘。 虽然印度的自然环境比起青藏高原更好,但是吐蕃人早就已经适应了阴冷前灶的环境,来到炎热湿润的印度反而会不适应。 而且每次吐蕃进攻印度,都不能够直接翻越喜马拉雅山,只能够绕到进攻,如此一来就要消耗更多的成本,得补偿失。 相比之下大唐就比较好进攻,青藏高原居高临下,想要进攻就能够顺势而下,不用考虑地形问题。 对于印度,眼看着每天都会给吐蕃进攻,想要获得利益的目的已经达成,因此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一定要占领。 从防御角度来看,大唐远比印度有威胁,通过进攻的方式可以减缓大唐对吐蕃的压力。 一旦大唐要进攻吐蕃,那也有一片宽阔的战略纵深地带,增强自身的防御实力,只是战争的结果没有胜利者。 吐蕃也在连年的作战中消耗了自己的实力,最终在唐朝灭亡之后,吐蕃也随着内部的暴乱而销声匿迹,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 吐蕃之所以会选择攻打大唐,背后自然有其深层次的考虑,对于吐蕃而言,就在旁边唾手可得的利益,远比要翻越喜马拉雅山才能夺得的利益更为高效。 而且吐蕃自身的实力也不足以支撑起多线作战,一旦抽身进攻印度,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。 对于吐蕃而言,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抢夺生存资源,但是在解决完生存资源之后,他们又将目光转向到了技术上。 大唐是当时世界上这两个条件最为充足的国家,自然就成为了吐蕃进攻的目标,只是吐蕃与大唐200年来的交战,最终耗尽了自己的国力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,订阅,分享和介绍给朋友。 我们下集再见。